我們今天遙陽體育會在這裏拜神 希望2010年的比賽成績可以理想一些 這麼正確的話 我們在這裏就碰到安叔 我們龍舟界的前輩 閃多安先生 我和閃先生說一下 在澳門這30年來的龍舟發展市 安叔 首先多謝安叔 安叔 現在2010年 澳門的龍舟發展得非常完善 水平已經逐漸提高 安叔 如果你是30年前的時候 澳門的龍舟可否描述一下當時的情形 三十年來的龍舟 初時一起 是那裏掛落的 十年前已經是爬500了 是呀 一直來説我們30年前和30年後都是爬500 澳門的賽事來説一直都是500 那個航道有沒有現在那麼規範呢 即是說以前爬過龍舟的航道 就沒有現在那麼漂亮 沒有現在那麼漂亮 沒有那麼齊整 以前20年前左右 我記得是插竹的 插竹 有連旗仔 插竹之後上面有一條旗 每一條航道都有不同顏色的旗仔 分開幾種顏色 現在這幾年的話 全部以國際例都拉波了 這個公平 以前的話是有些什麼情況出現的 不公平的情況在哪裏 以前有不公平的水質 高威水不公平的 即是說水深 水深每條航道都不同 現在來說 應該是每條航道都是不差到一米 即是上下差不差到一米 現在這條航道都是三條線很差的 即是現在六條航道就好像變得比較迫 是不是比較迫還是那個 不是比較迫 因為這條航道那條六線 這條航道是和三線差不多 六線是比較迫還是不好行呢 不好行 不好行 三線、四線這三條線是比較迫的 即是水深好一點 水深好一點 和整個 但這個湖來說現在沒有水流 是沒有水流的 是沒有水流的 有可能他那三條線 不知道是不是 甚至我試過他 是 即是如果六線那邊 你肯定沒有二、三線那麼美 沒二、三線那麼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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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我們說一個行內術語 一都不行 一都不好 一都不好 跟著安叔的經驗來說 那麼今年來說應該是二、三、四線 應該會勝出 即是提示 提示 安叔提示 是不是 即是 事目以待看今年的話 安叔提示 是否可以 安叔提示 到底是否真的 我們現在今月是6月 5月30日 6月13日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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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 就是大龍 我們說大龍 就是500米的大龍 就不是250米 就叫做小龍 我們13日 就是大龍的時候 看看安叔提示 到底提示得準不準確 是 在這裏的時候 0… 不是 九幾年 九幾年都還在這裏爬 一直到2002年 就去了西環湖爬 01、02、03好像是去西環湖爬 他呢 九幾年不是這裡爬 是在橋東爬 是在現在MGM賭場那邊 是在賭場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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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奧督府那邊 是在那裏 是在浦經那邊 是在浦經那邊 你不要說 湖裡面沒有樓 一樣有少少的 都會有樓 有 有 有風 天氣不太好 才下了一場大雨 安叔 今年比賽13號 會不會有雨 即是跑馬華頭 跑好還是爛地 下雨還是大風 順風還是翼風 有沒有預測 那些貼士 即是說 現在天氣很難度 還有上個幾星期 過幾星期 過幾星期 還有個幾星期 這十二號 今天得到二十個 今年三十號 三十號 是 三十號 你十二號雙下 還有十幾天 那些很難測 現在天氣 即是二零零九年 大風大雨 你在這裏等到三點多鐘 一鵬過 一鵬過 去年是一鵬過 沒有初賽 甚麼都沒有 甚麼都沒有 一次過九點 全部都是以時間 有很多覺得玩得未能盡力 可以說一句話 輸贏是一個奇遲 去年阿全九那隊 阿全就是安叔的兒子 是 他所說阿全 初時 他叫我 問我 是 他說 很多人不喊風 我說你喊風 我問他 大幾線 當然是三線 三線 你叫他被鵬過 鵬過 鵬過 你不要射 你射傷 你不見了 就射傷 你爬到一分三十八秒多 就到了 那個鵬真的很快 一分三十八秒多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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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人不說 一分就算 你現在那麼緊 你輸了 為什麼說他輸這樣 其實在那裡 賣到那個島 人工島 那個島 黏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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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裡 整百碼 整百碼 那裡已經是兩百碼 對 那時候體能量開始下降 對 你有力 已經出了九成力 對 那變成衝刺的時候 差很遠 不是 衝刺 人家在三線 三線 三線 人家在中間 因為有可能那裡 水深一點 大約你試一試就知道 好 你這樣說 人家這樣來 人家的船 在六線 你遲到那個島 即是 此宵起掌的話 就真的差很遠 對 很遠 人家的船正在去 你這隻船 在這一分鐘裡面 是完全不去的 不是 不去 去慢一點 去慢很多 你說 人家在這一分鐘裡面 大家現在下來 一分四十多秒 在這四十多秒裡面 你這隻船 是完全說 是很難走得動 人家那些 就順著水去的話 此宵起掌就差很遠 好 聖哥 今天很感謝安叔 我留下那份卵的話 我就 好